今天呢 我們要一起玩壞全服最強的玩家 沒有錯他就是全服最強的盧米亞小松 今天他挑戰的是無法輸的盧米亞 兩千法上的神之法聖有多痛 不管你在哪裡都給我嗨起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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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把全服最強的玩家給玩壞了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子的 有一次呢 我下午再次肯德基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如果讓全服最強的玩家來二稿法上最高裝備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很有趣 然後呢 那時候呢 我就密了小松看他有沒有興趣 想要挑戰看看他毫不猶豫的 馬上答應 天啊 你真的是非常有勇氣 這一場非常精彩的地方是 他們經歷了非常多次的 主堡爆炸的驚險逆斬 而且還很不小心的手下來了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 BBCC自己二稿這種裝備 已經不稀奇了 今天呢 我們就來 一起請全服最強的盧米亞 來跟大家一起二稿這一場的冒險 那如果你也想要學習 正經版的盧米亞出裝呢 小松之前也有在我的頻道 也有分享過他的盧米亞的基礎 打法 魔紋 出裝以及奧義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以及下方的置頂連結處 都有那部影片的連結 以及小松頻道的連結喔 對了對了 小松有些話 想要跟大家說 你知道嗎 每次呢 我想到小松 就會想到那個美食獵人裡面的小松 小松大廚就是你 然後呢 小松跟大家說的是 對了對了 他們創了一個新的團隊 叫做DTM 這一場呢 他們全隊都是二稿出裝 他們呢 是一個新手頻道 目前只有100個訂閱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組了一個小小的團隊 然後呢 有機會呢 會玩一些不同的風格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訂閱他們一下 希望大家以後看到我們DTM 不要檢舉 我們會一直二稿 一直二稿 是說我還是他 哈哈哈哈 蠻有趣的一個人 好吧 那今天呢 我們就一起來進行今天的冒險 你知道嗎 我玩傳說對決 都喜歡挑戰一些不一樣的風格 畢竟你知道嗎 老師做久全服最強的出裝 那種就好像上課再看參考書 真的是有夠無聊的 以前上國文課呢 我最常常上國文課跟歷史課 為什麼呢 因為國文老師和歷史老師 都是那種最死板的老師 每次我把那種課講得好像 不知道 我就睡著了 然後每次我都會在國文課 或是歷史課上面 把那些古人臉上畫鬍子 難怪我都考倒數前十名 好啦 我一直很佩服這些 有毅力的玩家會把遊戲玩出不同的風格 因為我們在玩遊戲 我們要把遊戲玩得很好玩很好笑 但是你又不能去拖累隊友 所以這一場呢 他們是一個五人組隊 當然我要在這邊呼籲一下 我的各位觀眾 如果呢 你想要支持我的話 千萬不要再單人模式 去玩這一個 無法書的盧蜜亞 當然有人一定會吐槽說 撲撲恰恰 其實呢 只要出四法書 再加上呢 巫妖法官才是最高輸出的盧蜜亞 你怎麼會想要這樣玩呢 我覺得 不知道 我有那種強迫對齊恐懼症 所以要玩這種一定都是要裝備都相同 玩起來才刺激 如果你在前面有看過精彩影片的話呢 盧蜜亞無法輸下去 兩千法傷大招一開 對手半條血直接掉 哇 這個會戰真的是有夠強欸各位 好了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在傳說對決裡 非常敬重的一位youtuber 甚至呢 我去他的頻道留言 還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知道嗎 我一直非常欣賞摩格斯 我們應該是摩格斯還是摩斯格 對不起 我常常會摳他 你知道嗎 他做了什麼驚人的事情嗎 你知道他在傳說對決這三年欸 不間斷的每天在頻道更新影片 欸 要怎麼樣做才能 每天不間斷的更新影片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有毅力的行為 先撇開他的頻道到底做的品質 大家喜不喜歡 但是呢 我很欣賞這一種人 你知道我還在頻道說 摩格斯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 在頻道一起合作 很想訪問他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據我了解他應該目前還是學生 但是呢 這樣每天都上傳影片 我真的覺得他一定有一種 驚人不拔的逸靈 知道嗎 如果他利用這段 就是傳影片的時間去追一個女生 我的天啊 所有女生一定都會被他追到 好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呢 小松呢 在這邊幫助蹲的隊友 他們的艾蜜莉妹妹 被一個拿槍的暴力小丑女直接追殺 哇 直接被秒殺 這個復活之後應該會直接被提染 這個蹲草蹲的真的非常精彩 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在大後期卡莉 也是一個非常討人厭的英雄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情報 嗯 據我所知呢 同仁跟亞絲娜這個造型呢 應該最後還是會歸於抽獎 不可能是直購造型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收集一些點數 到時候在23號 我們大家一起抽起來 那如果你有準備點數 小浪BBCC幫你代抽的話 當然沒有問題 我希望能夠 湊齊10個玩家 能夠讓我一起代抽 據我估計應該一個人 也要準備一個四五千點 才有機會抽到 這是我自己預估 當然到時候抽多少點我還不知道 而且官方這次非常用心 為了這一次的聯名呢 我那時候看官方好像有日文配音吧 這個到時候確定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連登錄畫面都修 欸 你們剛有看到嗎 夜查一個極限綑綁 但是小松一個 大媽廣場舞的 咻咻咻 就直接跳走 欸 你們知道什麼是大媽廣場舞嗎 這個可能在大陸是比較盛行 就是有一群媽媽都會在 可能公園啊 或是哪裡跳舞 然後都跳一些很帥氣的歌 你知道嗎 那些可能是運動 但是我覺得他們跳的舞都 很可愛 就是很優雅的感覺 之前呢 我有去上海玩 然後就看到公園 哇 他們公園那個都是 哇 一二十個大媽一起跳 而且還三四十群 不說我以為是什麼怪怪的集團 但是真的很可愛聽那些大媽在跳舞 然後還會有節拍動作 超級可愛 我家附近的公園也有 不過北屯好像比較少一點 如果你也喜歡大媽舞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哦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他們想做什麼壞壞的事情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要玩這種無法術 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首先就是經濟的要助 你不能太快把對方推爆 然後你也要控制那個時間的哪裡 因為綠書一本很貴 要兩千多塊 你想想看五本的綠書要拖到多後期 才能把這個遊戲結束掉 盧蜜亞這個大開圖下去 哇 直接砸下去 我覺得對面的射手應該會很難過 嗯 卡芬妮是還好 不過凡恩被砸下去 沒有什麼位移技能 大概就只能用你的技巧來閃躲了 各位 雖然這個無法術 不是盧蜜亞的最強出裝 我覺得可能還要混一些法術 傳統會比較強 不過呢 這個出裝看起來 就是爽啊 各位 總之這是惡搞影片 你就當一個日常的生活 看看就好了 好 這時候夜叉 他非常針對盧蜜亞一直想要來插他 其實我覺得夜叉真的也長得蠻像是一些刀劍神域的邊緣角色 說不定也可以 不只同仁亞斯娜可以聯名 說不定我覺得連錦都可以跟連去聯名 因為很多角色感覺之間都有連結 還是目前官方只談到這兩個的連結 我好想要知道 真的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一次是傳說對決 最後一次的海學一波 因為這一次的造型 我看分享上去 很多沒有玩的玩家都說 天啊 看到這個造型 就想要回來玩一波了 好吧 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 哇 對面的趙雲 他們資源完全都沒有拿到 你可以看到這場影片 他們魔龍凱撒全都沒拿到 他們這樣是怎麼打下去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佩服他們 好 一個天降大雨之後 哇 夜叉開啟二技能減傷 好像打夜叉沒有什麼 騷癢之處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來看 盧蜜亞 感覺他現在應該是可以34比28 哇 他們完全不想打魔龍跟凱撒 他打起來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現在最精彩的地方來了 他的五法術已經出了更重要的是 他們的三塔全抱著 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真的是本場影片的第一次 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後期的卡莉真的非常討厭 金色閃光劍射的他們 不要不要 愛麗絲直接往前扛傷 和盧蜜亞大絕招丟下去 對手直接半條血噴掉 一波順利的反殺之後 這就是傳說對決最好玩的地方 無論你有多逆風 永遠有機會逆轉 尤其是大後期 各位千萬不要放棄 不過他們 回去守趙雲的天空龍 不過阿萊斯特再加上 愛麗絲回去守 其他的輸出 不斷的在推進夜叉開啟的大絕招 不過擋不住強力輸出這三人 趙雲 對阿萊斯特跟愛麗絲也完全沒辦法 竟然還被他們兩個擊殺 天啊 這真的太可怕了各位 好了 那我感覺到 他們就這樣輕輕鬆鬆的 贏了這場比賽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天啊 這裝備也太惡搞了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